位在寿丰箱的花莲县考古博物馆 迎接农历新年7号8号两天 推出了玉兔迎春烫金红包带体验活动 民众只要凭考古馆门票 就可以到服务台前摊位立即体验 在学校跟矿石有关的金玉吉祥化 立刻可以带走数年的制式红包 迎接农历新年 位在寿丰箱的花莲县考古博物馆 7日8日周末两天 只要入馆参观民众 凭考古馆门票即可置服务台前摊位 立即DIY体验自制应景的玉兔迎春烫金红包带 馆方会提供红包带 让民众自选想要的兔子印章 撒上金粉后吹烫 还可补鞋上跟矿石有关的金玉吉祥化 这礼拜刚推出了礼拜六跟礼拜日 欢迎各位观众来到我们花莲县考古博物馆 我们有一个烫金的活动 因为再过一两个礼拜我们就过年了 所以我们就事先的想要让观众到馆体验 我们可以玩那个烫金的活动 那我们烫金活动的主题 因为今年刚好是兔年 所以我们特别做一个兔 然后它尾巴呢就是一个我们博物馆的那个mark 就是我们广辉玉绝 尾巴就是这位玉绝 然后烫金活动呢旁边呢 其实我们空白处呢 可以拿这个金笔 然后写着 这是我们博物馆 我们在考古现场挖掘出了一些桃冠啊 一些玉器做一些吉祥话的成语 欢迎大家来考古馆体验哦 迎接农历新年 考古博物馆将在初三至初八开馆迎接相亲 下午提供定时导览 上下午还有沙坑体验 而十四十五日周末两天 也还有种子春联DIY体验 从中认识台湾在地植物种子 跟春联合并成漂亮的过年饰品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体验 记得将帮验兽风箱报道